外媒报道,中国在西沙仙德群岛西北的12个小礁进行填海造岛 以解决周边暗礁对来往船只的威胁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将进一步阻断美国涉足南海 同时呢,也是在远在东边的菲律宾啊,给他一个教训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 外媒最近呢,一直在炒作这个消息 并且指出呢,美国的卫星是拍到了中国大量的工程船 正在现场加紧施工的 咱们暂且不说外媒和美国这个消息的真假 先来看看目前这个宣德群岛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宣德群岛,你听着名字啊,就挺有中国味的 那确实是,这是为了纪念这个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吧 那不是正和七次下西洋吗 为了纪念这个,而去命名的这一个地方 听着名字就知道应该是我们的地方啊 如果我们在这里填海遭到的话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宣德群岛啊,是西沙群岛的一部分 宣德群岛里最著名的不就是三沙市的那个行政事中心 所在这个永兴岛吗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我们把这十二个小礁建设完工 那就整个连成了一大片啊 那面积可就大了去了,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美国你看看现在对我们是加紧进行各种战略上的围堵和军事上的部署 并且呢在做充分的战争的准备 在北部他去撮合日韩啊 他这个所谓的美日韩啊 这个军事联盟的出行已经形成了 那再往下就是在中间的地方 我们看他就把这日本啊 要给推上第一线 因为日本是能力最强啊 也是最忠诚于美国的啊 那么在中间部分呢 哎,这个美国就要以中这个台独势力了 而南部呢 美国就要借助菲律宾自己亲自下场了 进行各种军事部署 现在菲律宾已经向美国提供了四个军事基地 你尽管菲律宾他一再说啊 说我们不会允许美国借用这四个基地来攻击中国的 这话说的啊 那就是开玩笑的吧 你说你做得了美国的主吗 你本身都是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现在你根本就离不开美国吧 美国真是拿到这四个岛怎么用 你菲律宾你根本管不了啊 这四个军事基地就是美国啊 要这个在自己亲自一手打造啊 军事介入台湾和南海问题的一个桥头堡 我们看美国的各种风度啊 正在快速的形成 那么南海地区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了 这里呢 你看看 他可以连通到澳大利亚哪里去 把所谓他的奥库斯同盟连到一起 同时呢 他也可以连到印度 又是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 我们就要尽快出手阻断美国 说起宣德群岛这地方啊 这个西沙这个距菲律宾 那还是挺远的 毕竟西沙在西边中间隔了一个中沙 东面才是菲律宾的啊 但是我们如果再次开始填海造岛的时候 你对菲律宾 它就是一种有效的震慑 如果你再跟着美国跑 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的话 我们已经是先礼了 那后兵的时候 我们将来在你的附近 要是填海造岛 在比如说在黄岩岛 我们给你来这么一下 你可就难受了 而且啊 有什么争议 咱们可以谈 把问题搁置在这边 你要是有过火的事情 那我要出手的话 你这个争议空间就没了 一旦你这个空间没了 你永远也就没了 所以有人就会担心啊 如果我们这么做 那势必会引起这个越南的高度不满 那么也会影响我们和东盟的关系 现在咱们和东盟正在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签署 这不就是把我们和东盟之间 造成了这个对立吗 给我们和东盟的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了吗 这一点啊 其实也是美国他看透的 他也拿捏到这一点 他就是要破坏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把东盟分化掉 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离间掉 你看最近这个相关这俩峰会 美国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就是要制造编造各种理由谎言 制造所谓的对立和恐怖的氛围 从而呢 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 完全给你拔解掉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意图 现在他正在做这个事情呢 美国在分化东盟 以及破坏东盟和中国的关系上 那不就是通过菲律宾来进行的吗 菲律宾就是个抓手啊 因此呢 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 我们要展示我们怀柔和立威的两面 这两面同时并行 针对美国就要果断出手啊 这个出手反制本身 他也是要打一个样子 反而有助于我们和东盟建设更健康的关系 你要让大家看到 我们对的是美国 不是东盟 我们不光是说会有怀柔的一面 我们也有硬的一面 我们也有很强的能力的一面 这能力的展示 也是别人想不想跟你处好啊 能不能给你处好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我们要向外界呢 传递出这么一个明确的信息 我们中国是讲道理的 但是如果遇到不讲道理的呀 我们中国有决心 更有能力用强硬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